好 在台湾现在化妆的风气越来越普及了 不止这个女人化 男人也化 不过最近在国外有一份研究报告很受到瞩目 说有些化妆品里面含有一种化学物质 它叫做零本二甲酸汁 它会影响女性的生殖系统 怎么影响呢 它可能最严重的会导致女性的更年期提早15年 换句话说35岁就进入了更年期 但是根据中心新闻的调查发现 这种化学物质呢 其实它就是某种塑化剂 在台湾10年前就已经进用了 化完腮红 换眼妆 爱美小女生彩妆品一样一样往脸上化 小心哦 太常使用化妆品 更年期可能会提早到来 是真的会15年吗 15年很多耶 就还没老就更年了 还有这一个打造美丽造型 定型液轻轻一压往头上喷 造型OK 但小心 长时间使用一样可能提早迈入更年期 的确林本二甲酸甲脂它本身的化学结构跟女性荷尔蒙有点点类似 所以其实在国外的学者研究把它界定有类似一种环境的荷尔蒙 问题之处在有部分劣质的彩妆品 还有俗称塑化剂的林本二甲酸脂 加进彩妆品里或是香水支柴油 甚至是定型液当定香剂使用 国外研究就发现长时间使用不只可能影响健康 还会让女性更年期 提早2到3年 有部分女性甚至提早15年 就录影都要化妆 然后这样常常弄 然后更年期又会提早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很害怕 目前台湾的化妆品市场 还有包含香水的市场 在合法的业者 基本上不会有人使用这样子的成分 不过艾美女性也不必太过担心 国内学者说啦 其实大多数的产品都没有添加林本二甲酸脂 选择彩妆品的时候记得 太香的有问题 标示不明也不要选 如此一来 即使艾美天天化妆 也不用担心提早步入更年期 追求台中台北综合报道